Odio Jungle Odio Jungle 人标题,给贤恶婚期,录制节目狂嗓狗粮,一旁的合伙人满脸无奈,通过中国有情侠中大火的跟周妍,从穷小子,一院而成大明星, 再后他也是踏踏实实参加节目,将自己的事业不断上升,先是参加了蒙面歌王大秀才华,后来又被红袍导演看中,参加了我是歌手。 众所周知,周妍身边有一个女人一直陪伴着她,不离不弃,哪怕当时给连自己的生活都顾不上,甚至没钱吃饭,没钱给她买东西。 这个女生还用自己大学的生活费去救济她,也正是这份同甘共苦,让周妍对她另眼相看。 成云后屡次在微博上提提女友,挤足了她安全感,后来还向女王私人求婚,直接给了她一个温暖的家庭。 近日,周妍在录制歌手时,写未婚记忆情亮相,狂洒狗粮,二人轻轻抱抱,秀气甜蜜,没想到在舞台上狂爱顾穴的歌手,一回到未婚妻身边,就化身宠妻达人,变得超级温柔,耐心满分,还嘟嘴像女友扎起娇来,真的好甜啊。 彩排时未婚妻王自然扎着可爱的丸子头,身着情侣妆陪伴在一旁,为周妍加油打气,一旁的歌手和伙人李莎明子,也是生生被狗粮喂饱,把脸无奈,还吐舌做起了单身狗的表情,冷冷的狗粮在脸上胡乱的砸啊。 小编也是蛮心疼这个,小姐姐的,周妍在第一期歌手中,也是凭借实力力压王峰和张韶涵,拿了第三名的好成绩。 这对于一个新人歌手来说,绝对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,也希望给的歌手道路能越走越好。 你们喜欢周妍的唱歌风格吗? 免责猙獰,文中图片引用之反落,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